如果大家来雷神山医院的话 在这个军律山地铁口的低出口就可以了 这边也都是在这里修建高楼大厦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湖北的武汉 这里是武汉的雷神山医院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打破了武汉这座原本安静平稳的城市 面对的是重大的一个难题 就是抗击疫情 我相信这一年对于武汉而言 以及全国人民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年 但新冠疫情爆发之际的全国人民 以及所有的力量修建了我后面这所非常浩大的工程 仅用了十天的时间 这就是武汉的雷神山和火神山 那么现在武汉的一个疫情 已经得到了一个完全的缓解 在4月45号呢 雷神山已经正式的就是关闭了大门 已经关闭了七个半月了 那么我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雷神山医院的现状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前面就是武汉雷神山医院 这座医院快速的建成是武汉获得抗疫胜利的关键 1月25号开始接到命令 2月5号就交付使用 仅仅10天的时间创造了中国的奇迹 刷新了世界的认知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前面透过这个栅栏呢 可以看得见 当时使用的一些救护车还是停靠在这里 那些抗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建设者们真的是辛苦 这个地方呢 它是由武汉地产集团组织实施 针建三局承接的武汉雷神山医院 它这边都有写着 这个雷神山医院非常大 占地面积约328亩 建筑面积约7.99万平方米 是火神山医院的三倍大 在4月15号的时候呢 雷神山就宣布关门大吉 所以现在是不能进去参观的 我们只能在这个外面来参观一下 这边看到的是感染三颗阿兵区 中国的基建真的是神速 10天的时间就建成了一所医院 这个外围全部都是用这个栅栏给围了起来 而且这边的安保措施也是做得非常到位 24小时每个门呢 都有相关的安保人员在这里看管 虽然我们不能进去参观 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看得见 这个场景是非常的壮观震撼 你看它整体建设的这个形态啊 是有点像那个厂房的 在上面那个环色的标示呢 这边是有很多的高压电线 所以它整体的这个里面呢 是封为了三大区域 包括医疗隔离区 医护人员生活区 中和后勤区 病床大约有1500站 现场都是被围了起来 里面大概可以留纳2000余名医务人员 它这里面一共还包括了医务人员生活区 10栋建筑 还有7栋医务宿舍楼 每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房间内部可以放三张高低船 也就是可以同时隆纳6个人居住 那么病房隔离区功能 它主要是包括病房 接诊室ICU 污水处理站 垃圾焚烧站 救护车消毒区 等等 反正都是互不干扰的 各病房都是独立设施 避免这种交叉污染 这边看到的是感染三颗二病区 风A洞B洞C洞的 而且它这个新风采用的都是三级过滤 排风采用的是高效过滤器和过滤后排放 看到雷松山永远都关闭了 我的心情也压制不住类型的喜悦 从建设到维护 雷松山医院一共是战斗了79天 为了打赢湖北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4万多名医务人员逆行初衷 还有4万名建设者从四面八方赶来 并肩作战 很多人都说这是中国的基建狂魔 但是里面的辛酸大家又知道多少呢 因为他们知道快一天修建好就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我觉得更多的是体现着我们中国人的不畏风险 同困难斗中重复体现团结起来的这种中国力量 这就是救命的工程 早一分钟建成医院就能早一分钟挽救生命 这就是与疫情赛跑的中国速度 所以我觉得中国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个国家 这样的团结和耗大的工程使其他国家超越不了的 厉害了中国